有一个特别的冥想 这个冥想我已经教了大概三年了 我们是在墨西哥开始教的 我们墨西哥的朋友能不能站起来一下 他们都已经当上老师了 他们完成了那18套课程 就是ACI的18套课程 现在他们已经在教授ACI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学习这么去做 那我记得就是这个冥想我们第一次教的时候 是在墨西哥 所以让我先跟大家讲讲这个冥想的故事 我上次有跟你们讲过 但是这个冥想是传自吴祖大师 他是1700年前的一位老师 他的书在中国是很著名的 尤其是这个《大成精庄言论》 很多他的书都由玄奘大师翻译成中文 而且大部分的学说是属于为时中的 所以我认为他的书最盛行的时间是在唐朝在长安 非常的有帮助的 所以他遇到了弥勒 未来佛弥勒 他有跟弥勒学习 弥勒就把这个冥想交给了他 非常著名的 这个冥想应该是非常有帮助的 让你能够去理解未来的生活 所以我们会在这方面努力 他有五部分 通常就是我在一次的《精庄言论》会教一部分 但是我想你们已经准备好一次学五个部分了 那需要的时间有一点点长 所以每一天我们都会多增加一部分 所以我们一起来 好 我们要开始了 准备好了吗 有时候 当我开始教冥想的时候 有人就很快地坐在地上 凯西老师 我们要做冥想了 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佛陀总是这么做的 坐在地上的 我说你其实不理解其中的原因 2000年前 没有椅子的 你坐在椅子上是没问题的 就是在椅子上做冥想是完全没问题的 我从那个Stanley的公司那边 拿到了一个正式的冥想 但是我放在了我的沙发上 更加的舒服 所以你可以坐在椅子上 坐直 请坐直 脚掌平稳地着地 不要盘腿 当你坐在椅子上的时候 只需要坐直就好 当我们在一组人做冥想的时候 安静 保持安静是非常重要的 会帮助到其他人 所以佛陀说 所以佛陀说 总是要先关上手机 在冥想之前 现在可以轻轻喉咙 好了吗 现在不要再轻了 手呢 手呢 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如果这个房间对你来讲有点点冷 你可以左手先放下 然后右掌放上去 在佛陀啊 在佛像里面 佛陀的手印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你这么做的话 实际上会让你从冥想中分神 因为你一直在想着你的手指 怎么保持这个手势 我喜欢就让它放下来 放松就好 就这样放松就好 或者说如果这个房间太热了 你可以这样 你可以这样 手掌向上 你有三个选择 你可以这样 你可以这样 我喜欢在中间 这样 这个手腕就不会不舒服 我自己也做了三年的禁语闭关 从2000年到2003年 留在一个房间里 三年不说话 所以我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手势 我找到了正确的那个 正确那个就是你感觉好的那个 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都有不同的身体 所以试不同的手势 然后找到自己舒服的那种 我的身体跟你们的身体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格西迈克是没有臀部的 我要以一种不同的坐姿来坐 或许你的屁股是中厚的屁股 或者你是有一个很慷慨的屁股 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有不同的坐姿 尝试不一样的坐姿 看看你觉得哪一个最舒服 好 我们开始 通常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 手指跟拇指要靠近一点 这里的气会做一些循环 就闭合的循环 你可以尝试就是要碰没碰的那个位置 你就能够感觉到气的流动 气会跳过去 你自己去尝试一下 好 我们开始 脸部非常的放松 通常当我做冥想专注的时候 我的肩部啊 肩膀会发紧 所以我要小心去放松我的肩膀 很多的冥想老师都有告诉我说 我的肩膀太紧了 嘴巴也是放松的 小小的微笑会帮助你的气移动 你的腹部应该稍稍地收紧 你的腹部应该稍稍地收紧 你的前额应该是放松的 眼睛也应该是放松的 现在我们要去学习狮子舞 我们今天会学一部分 通常在冥想中我们是从观察自己的呼吸开始的 但是在狮子舞冥想里 我们不会从呼吸开始 我们从房间里面的一些声音开始 所以在这个房间里 我们有一些小小的空调声 那就去专注在那些声音上 把你的意识放在那些声音上 当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们会把头枕在枕头上 在狮子舞里面 在狮子舞里面 你就像把头放在枕头上一样 把你的意识放在声音上 好,我们来试试 只需要去听声音 我们就开始专注了 我们就开始来听声音上 在狮子舞里面 我会把头放在肩头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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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非常的美好 非常的敞开 现在我们进到心跳里面 享受更深的安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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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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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看 感谢观看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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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看 感谢观看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